戴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對我 或是單車運動員都很重要 平時做訓練或比賽時 速度起碼會到時速30 甚至下斜至60至70 經常會有一些沙、強風、小昆蟲 會很容易撞到 會傷害眼睛 戴太陽眼鏡可以保護眼睛 當然可以阻擋太陽 有些強光照射 這個功能,一秒變色挺特別的 我以前也沒試過 平時很多時候單車運動員 都直接把眼鏡插在頭盔或頭盔後面 現在有一秒變色的功能 便可以免除了這個動作 雙手也不需要彈胸出來 可以多做比賽的行動 可能進隧道的位置突然光亮 我可能會做一個攻擊 殺害其他對手,一個措手不及 中間這裡有一個感受 就是感受當時環境的光度 立即做出一個很快的反應 去調節光還是暗 如果我放在這裡 一個很暗的環境 它會立即光亮 變成像透明鏡一樣 我一拿開,它就立即暗了 因為感受到有紫外光 其實不是那麼多單車眼鏡 可以放進隧道 可以配合近視鏡 多數單車或運動型的彈眼鏡 它的弧度也比較彎 其實不太能做到隧道 或會有很多廣告 其實有一個單車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它不要踩出來 不要鬆開 這個鼻托是可調教的鼻托 這是可以做的 剛才我試過做一些衝刺 或者有高速達到四、五十 它也沒有問題,完全可以處理 在這方面,我覺得它適合有一間車人